黃國昌跟館長的畫面很唐突啊 有嗎 很反差 館長黃國昌啊 你跟館長講憲法法庭 聽聽不懂嘛 館長不懂嗎 當然聽不懂 館長不是飽讀詩書 學富軍嗎 黃國昌蹲蹲教誨 可是我們館長 你們為什麼要笑成這樣呢 我們這個live的節目不要亂講 館長就是領悟不出來啊 就是你黃國昌說得很清楚 我聽得很模糊 你不就是完全聽不懂嘛 還沒有在笑話的感覺 館長其實整個腦袋都灰去的 他就是一直出現黑人問號 對啊 那個地方嘛 你跟館長講什麼 講muscle 健身 上街頭 他很厲害 你跟他講憲法法庭 我真的覺得這有點對牛彈琴 黃國昌還在崩潰 還在說大法官都沒有回應他 大法官暫時處分的裁定書 就三十幾個 寫得清清楚楚 每一句都打臉黃國昌 黃國昌還在說沒有回應可問題 來了 觀眾接著問 如果被判違憲怎麼辦 黃國昌說 我的世界會崩壞 黃國昌要壞掉了 他要被崩壞了 剛館長問黃國昌 如果被判違憲怎麼辦 黃國昌如果違憲 我的世界要崩壞 我要壞掉了 黃國昌真的被大法官玩壞了啦 他們剛剛兩個連線嘛 因為館長黃國昌在說什麼 館長都聽不懂 都聽不懂 憲法什麼 昨天直播說我稍微講得重一點 第二點我很不高興 我寫那麼多給法庭 法庭都不理我 然後呢 你一個正校的這樣可以嗎 我不高興啦 然後館長就問他說 如果全部宣佈違憲怎麼辦 然後黃國昌又繼續講 這邊說不可能 如果真的這樣 我心中的世界就崩壞了 黃國昌就壞掉了 然後館長就這個表情 因為館長在等一句話 等什麼 等說要上街頭 館長是不是說我一通 等會一百萬 黃館長什麼都不會 他最會就是上街頭 他不是說等國昌老師決定嗎 有沒有 結果他就一直問 他希望黃國昌講說 我們就上街頭 結果黃國昌都不講 如果這樣我就壞掉 然後黃國昌一直在講什麼 憲法上街 那館長那個臉完全聽不到 然後可是他們兩個的這個收聽力 就是什麼 以前啊 正搶的時候 最強要三四萬同上 館長只要一上大概兩萬 然後國昌大概兩萬五到三萬 同時上線喔 他們兩個如果合起來 合起來的話 他們兩個的粉絲會疊在一起 最少也四五萬 結果呢 現在今天剩多少 那天最多剩到七千多 而且平常現在都已經降下來了 現在都降到剩下三四千 就變得很少了 然後你人這麼少 結果小草還可以唾臉之竿 希望大家不要太執著於 直播線上人數 我們有深度的看更重要 感謝一路一起觀看 這個比李正浩還少 浩世之爐七千 有連講嗎 你 好 然後呢 這個最近公布的民調 大家講說 如果宣告 如果宣告違憲的話 大家認同 將近五成 不認同就三成 對 不認同就三成 然後就問說 你怎麼對民眾黨立委的表現 五成三六 五成三不滿意 三成二滿意 五成三不滿意 這其實都是國衝了 對 好結果就有一個人 去到日本的京都 這個這個市叫做安景金比羅宮 這個市 那我們去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一些許願 希望臺灣國會正常英州 小人 黃國昌許小新退散 好不到日本去了 對 就是可能有人去那一頭啦 對 然後他出國填的這一張 竟然是寫說 希望這幾個在立法院整個退散 非常謝謝阿川 范老師 我覺得黃國昌 這史上崩壞最快的政政務 他原本是地位這麼高 高到寬外面 對不對 現在有人去日本玩 在日本京都的安景金比羅宮 我們去神社都會寫些願望 就說呢 希望小人富貴 及黃國昌許小新退散 這個安景金比羅宮 很有趣喔 他幹嘛呢 他最大特色叫做 斬斷烈圓 現在黃國昌變成臺灣的烈圓 要被斬斷了 范老師 黃國昌明天的直播 我一定會說 你看我的影響力 已經無緣佛界了 到京都的神社了 對 抵達東營 影響到日本去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可能還沾沾自喜 不過你看黃國昌跟館長 那個畫面很唐突 有嗎 很反差 館長黃國昌啊 你跟館長講憲法法庭 聽聽不懂嘛 館長不懂嗎 當然聽不懂 但黃國昌 館長不是飽讀私書 學富軍嗎 黃國昌 你是在哄哄教誨 可是我們館長 你們為什麼要笑成這樣 我們這個Live的節目 館長就是領悟不出來啊 就是你黃國昌說得很清楚 我聽得很模糊 這個節目就是完全聽不懂嘛 還沒有在笑話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今天那個照片 其實你真的 你找一個憲法選擇 或者你哪怕找翁曉玲來 都不會那麼感覺差距這麼大 你說現在就我們看這個畫面 對啊 館長其實整個腦袋都灰去的 他就是一直出現 他只講我要上街頭 我要上街頭 我要上街頭 然後黃國昌一直跟他掉書蛋 一直出現黑人問號 對啊那個地方嘛 所以你看說你跟他 如果你跟館長講什麼 講muscle 健身 對不對 專業 健健這個 上街頭 他很厲害 對不對 你跟他講憲法法庭 我真的覺得這有點 對牛彈琴 彈錯 琴彈了那麼那麼努力 血都斷掉了 他還聽不懂 你看這個 他還是這個畫面上 還是看人 他遇到館長 還是很仔細的講 然後講了這樣 有叫無淚 對 有講的 真的有叫無淚 但是很可惜的是 講了這個我們館長 可能沒辦法 沒有那個誤信 所以我真的覺得今天 那為什麼他找館長 因為他知道 他找翁曉玲可能點閱率更低 找館長起碼一些基本盤 現在剩七千 對啊 所以說他他快破底 這跟過去來講 你看現在黃國昌的講話 他那種態度 那種神色 這種氣勢 我覺得跟過去來比 已經是判若兩人了 真的判若兩人 我覺得黃國昌已經 他現在已經說了 我先跟你講 絕對不可能被判違憲 這不是敢不敢 這根本沒有道理 如果真的被判違憲 我心中的世界就崩壞了 如果宣告違憲 我心中的世界就崩壞了 黃國昌壞掉了 然後他崩壞就開始吶喊 怎麼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哭天求地的那種感覺 在地上打滾 那種感覺 這真是個學者 他這個悲傷舞階段 之前是否定期 昨天是憤怒期 他不是去嗆聲辯論嗎 對 現在到悲傷期 他崩壞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再這樣下去 可能整個人的身心靈 都會面臨到非常大的挑戰跟挫折 但是你看台灣民意基金會 是游盈隆做的 他一般是對民進黨比較不友好的 而且他對民眾比較好 比較好的 他對民眾比較好 他說民調48%的民眾 是支持大法官針對這個立願 擴權的無法進行違憲 49.6 對 只有33%不接受 那代表是什麼 主由民意是認為說 大法官應該要針對這些 擴權的法案進行仲裁 另外 武 vivir 武租 武租 體會 體會 武良 武租 武租 後